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雅股为什么全部开高走低 因为全球现阶段资金的一个版图大挪椅 三大因素在主导 包括美元指数 包括美债的殖利率 以及油价 油价都涨不停 有注意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个的一个什么 一个盘面上突然之间形成一个完美的风暴 什么风暴 好像空方大举袭来 各位 你认为说台湾股市怎么跌跌不休 各位 看看 韩国股市 韩国股市今天 今年的最低点出现 跌破3月9号的低点 2929点 所以不管台湾股市再怎么差 我们透过高尔夫球的术语 起码得个VV奖应该没问题 倒数第二名叫做VV奖 把韩国压垮了这样也好 各位对不对 但是其实台股没那么弱 以整个日本股市这样跌法 台湾股市还相对似的强势 所以今天蔡老师的一个解盘非常重要 你仔细的一个看清楚 来 忠心的祝福 你与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来 盘面上有他传达的讯息 为什么货柜三雄今天又不知倒地 你为什么不去查一查 昨天那一些隔日中的券商怎么又在 上下起手这些货柜三雄 之前赔的还不够 昨天又好像得到名牌似的 全部给你拉尾盘又在等着今天高卖 我问各位 如果你是护盘基金的话 你今天会拉高让这一批人再赚吗 做梦 各位所以你看到今天货柜三雄又杀下来 我期待货柜三雄赶快把福尔清完之后赶快拉上去 因为据蔡老师所知很多股市小白都深陷在里面 一天到晚看报纸再买 各位有没有全部套在高点 蔡老师之前苦口婆心告诉你 其实也杀下来 也不用蔡老师再跟你讨赏 各位我期待后面我看到转折的时候 能够帮你的亏损赔少一点 各位你知道吗 你看今天整个盘面还不是脱离礼拜一的周一效应吗 礼拜一大盘是不是跌162点 跌破16459就是要跌破16248 但是政策不允许 为什么 因为再允许这个盘跌下去 国庆就过了 那你还什么国庆光辉十月 我不晓得政策爱不爱面子 不过我从投信最近慌了 天天大买 昨天买30亿 应该可以知道政策压力很重 那么多的一个直升机 巨幅国旗 这个脸可能没办法丢得下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台湾股市 其实还是政策面做多 昨天的一个台湾股市 重跌246点 然后尾盘涨52点 拉升了快300多点 各位你看 没有越过礼拜一的2分之1的跌幅 但是因为下影线够长 所以我今天盘中 再跟佑达连线 我就开玩笑说 今天就算跌200点也不用怕 真是这样 你跌200点也跌不破昨天的低点 各位昨天这个低点怎么来的 昨天这个低点是让很多融资断头的 让它去断之后政策才拉抬 你看多狠 政策也不会一开盘给你承接这个融资断头卖压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高档他们也买很多 全部套在高档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说来 昨天的一个盘其实收盘很奥妙 收盘收在16460 正好站上16459 对不对 那昨天开盘 其实开在多少 开在16362 所以等一下蔡老师再跟你讲 只不过因为全球的一个什么 我刚刚讲了三大因素 美元指数 美债殖利率 还有油价 通通对多头不利 昨天外资一样卖了163亿 也是避险 好不好 那你也不要怪说外资为什么背弃台股 已经很挺台湾股市了 你看投信 各位这还有什么意义 你自己去想 投信已经买到手要断掉 买不过怎么办 再拨委外 对不对 那不要再做一大堆违法的事情 各位你现在看到很多违法的事情 你内心也很气 对不对 那重点在于昨天的融资减少了15亿 从上礼拜五减少了65亿 昨天礼拜一 礼拜一的时候减少62亿 那昨天礼拜二再减少15亿 就可能测出一个短线低点 好不好 所以虽然今天大盘是跌 那合情合理 明天守住低点就三日内不破底 拉礼拜五 各位规划是这样的 然后正好上海股市也礼拜五开盘 他们放到礼拜四 对不对 你说恒大的是 如果这10月1号到10月7号还找不到人家承接 那你就准备倒了 确定了你连七天的时间 你都找不到有利的人士出来帮你解决 那就没意义了 各位对不对 你就要认命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外资圈 其实短线上看到融资在击杀 他们已经没有再杀了 那昨天没办法 对不对 因为美债殖利率又转强 所以你看今天10月6号 其实大盘从涨107点压下来 最低跌了156点 因为蔡老师说跌200点也不怕 真不用怕 各位尾盘只要涨 应该是说尾盘只要涨在跌 97点以上都有效的反弹 你知道吗 今天尾盘收盘你来看一下 今天尾盘收多少 跌67点 导播 16393 来各位看这里 昨天大盘拉出一个止跌K线 其实开盘价是16362 换句要说 昨天为什么要收红K 就是这个拉抬要有效 包括这个下影线 250点左右够用了 所以今天的盘再怎么震荡 各位只要收在16362 就代表这个护盘 依旧控制住这个盘式 不管今天外资是不是卖200亿 因为撒钱撒得最近真的有一点不计价 全部就进去护盘就对了 所以你看美元指数 美债值利率跟油价 这个三方主导整个全球资金的动向 你说新台币没有每天给你扁两脚 已经很客气了 各位日经一样从创新高急速的拉回 那日经不重要好不好 日经今年的一个低点在这里 最关键性的是什么南韩 南韩今天蔡老师的数据 盘中已经跌到2923 它今年其实最低点是2929 所以整个南韩已经整个盖状头部都出现了 那南韩为什么会这么弱 你先来看看我们台股为什么强 到今天为止台股小跌67点 我们今年还有两道强而有力的支撑 为什么李洋看到15200是这样看的 2月1号开盘价是15176 那这5月18号就是我们单日确诊400多人的时候 台股崩跌1417点 5月18号有力谈生政策进场 对不对 这边是15564 你可以抓15600 所以我们下档还有15600跟15200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日本股市南韩股市这么弱 亚洲股市最强的还是我们的台湾股市 各位是不是 那你看为什么新台币 台币我们还是强势 你看外在因素这么的不利 你看我们的新台币 也是缓扁 有给你几扁吗 所以我们台股强势是不是有道理 对 你看韩国为什么会破底 要创今年以来的新低 各位兑换美金1192.33最高 搞不好今天下午就突破了 所以新台币决定一切 各位新台币是你最好的战友 过去如此 现在如此 未来也如此 各位是不是 那你来看 蔡老师跟你说的 既然多空无常事 产业选股才是你要去关心的 来 7月15号我告诉各位 你们那么爱玩 那航运股真的涨不上去 你不相信 各位 9月28再给你提醒 那时候礼拜二 三档航运股都还在强势撑盘 对不对 但是美西线已经大跳水了 你也许不当一回事 来 比长龙 比阳明 比万海强了 中原海控 礼拜二已经是跌停了 对不对 礼拜三再跌6% 礼拜四几乎也是跌停版 三天二三四 跌了多少 跌了快30% 失控了 各位有没有 礼拜五他们已经修饰了 对不对 但是你看到中原海控 你不会想到我们货贵三雄 也不知倒地 我都提醒你 各位是不是 你看礼拜五的长龙海运 开始跌停了 各位你看横盘整理了三个月 更不用讲蔡老师7月15 你还可以反弹高点出 各位对不对 都不用说了 各位来你看看这里 融资大断头 就是融资杀就杀这里 各位 各位是不是 然后礼拜一长龙海运 融资慢慢减少了 对不对 昨天触敌开盘还是杀 对不对 然后拉伸上来 对不对 你看长龙变第五名 融资减少 剩4000多张 所以这一波的杀盘 说实在是有效的 那你也许想说 老师那今天为什么涨不上去 那没办法 因为隔日冲的苍蝇 又昨天进场 所以今天人家不会拉 各位 这也真是太离谱了 这一些长龙进出了 怎么又选定 之前在那边这一些人 赔很多钱 这一次又想捞偏门 又想要占政府的一个什么 捞政府的油水 因为政府会去护盘 谁要让你们占便宜 所以今天又整个杀下来 好不好 所以不要再去做这些 隔日冲的事了 赔死你 各位 外资看长线 他开始认为长龙抄跌 各位连续两天买进 各位 昨天放大到买进 两万多张 不用去管 是不是假外资 那不重要 如果公司发自内心 用假外资来护盘 那也挺好的 对不对 当初是哪个大股东倒下来的 我也搞不清楚 各位 你知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崩跌 很多政策的买盘都买在高点 像扬民234块 很多人买在200块 所以跌破100块惨不能度 各位你知道吗 那你来看看 我跟你讲最强的是万海 其他都不用说了 最强的是万海 跌两天 对不对 然后来10月1号 然后再来多少 10月5号 对不对 这是10月4号 对不对 不好意思 这是上礼拜五 第一跟跌停 然后礼拜一 第二跟跌停 昨天反弹 我也告诉各位 反弹最强的是这个 但是我也告诉各位 隔日冲大户就是挑他 所以今天的万海就跌更深 各位 对不对 那你也不用难过 你知道为什么不用难过吗 其实外资慢慢默默的在买 他们不会去想要买在最低点 有价值就会买 我希望万海以后让你赔少一点 你看看这个你就不难过了 这是公开资讯站重大讯息公布 这不是蔡老师捏造的事实 2545黄翔 银建股 买万海 从8月20号买到10月5号 注意看 1374张 买多少钱 225块 上市公司财务部操作的 你看这一次赔多惨 来你看看 所以你有航运股 受伤的 各位就像蔡老师跟你讲 不要最后一名就好 打高尔夫最后第二名也有奖项 叫VV奖 各位好不好 所以你不要去买在万海353块 你买352.5通通好 因为最后一名是买353块 各位是不是挺好的吗 你看上市公司财务部那么的强 那么多博士有意义吗 买225 是不是 所以我们各位要不要了解产业面 来 再来 产业面如果说金云三雄 不涨的话 我搞不清楚要涨什么 各位你看看 今天的世界一样强 为什么 因为联电跟台积电 外资还是在提款 因为全球动荡 对不对 那没办法 但是你看 好的股票就算押回来 它只要一涨 其实都会呼朋引伴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的世界先进 有它的意味在 因为今天礼拜三用掉了 明天大盘只要指纹礼拜五 是不是要强攻 配合台积电的公布 那如果世界先进营收 也是续创新高的话 它可以比台积电更早公布 各位台积电不可能违背 它都是10号公布 但是今天的10号是礼拜日 所以它礼拜五要公布 各位对不对 上个月25号早就算好了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看今天台积电 我印的时候566 缩盘一样给你再涨5块 导播辛苦一下 2330台积电看一下 2330 571 各位对不对 跌一块可以接受 你看苹果新机成本增加了 台积电大赢家 这不是台积电好 不然什么是好 各位是不是 联电也一样 联电这个也是连续4 5个月 营收都新高 9月份等它公布 各位是不是 所以我在那边跟各位说 半导体的一个涨风 包括台积电紧急宣布涨价28 绝对是正面性的 从551能够涨到多少 638 这一次是不是会配合 礼拜五营收公布 期待 我相信政策也期待 不然政策每天买这好几百亿 也是会用光 也是会心寒 对不对 一定要来一些可口的利多 各位是不是 所以蔡老师跟你讲的所有的东西 去年2020年 我认为是最惨的一年 你看川普讲一句话 比这些消息面厉害一百倍 今年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一个什么 多空的互换 对不对 震荡你把它好好接受就好 YouTube Lite TG网站 产业选股才是你最要紧的 直接加入YouTube 点击订阅开启小铃铛 早中晚的视频你都收看得到 蔡老师还是强调 操作股票观念如果不正确 你在这个市场游戏根本不会赢 所以我希望你一定要优化 这一次本身的持股 一定要何而不同 不要再看一大堆 特定的一个什么 一些媒体文章周刊 然后让你去追高 你看现阶段找谁 找八段人吗 各位那是南宋末年 一千多年前才又包大人 包青天 现在没有 各位是不是 所以简单的 做股票就是买家卖 什么一张都不卖 吃了苦头了 枪在手怎么办 跟着蔡老师走就对了 一通电话彻底解决 你操作台湾股票的疑难杂症 我们把节目时间先交还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继续 请蔡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一言新帮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 感谢曾伟 听说这个BNT 这个明后两天 还会跑出来 160万剂到180万剂 非常好 这个你看 我们台湾控制得这么漂亮 你看这个新加坡好了 现在每日单日确诊超过3000例 各位所以我昨天回去看到 这街坊邻居有的不戴口罩 这样说已经不戴口罩 我还是把它戴起来 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戴口罩 你今天看到很多的一个什么 节目好像都不戴口罩 这两个主持人还是要戴口罩 对不对 所以说希望各位都平安健康 好不好 这个劫难真的都快要过去了 连口服的 我今天看到新闻还有这样用贴的 说比打针的好 十倍以上 我也笑一笑 那到底谁要去打针 说用贴的 各位 抢十倍以上的要效 希望渐入加进 那中国怎么办 能源危机 这影响台商 影响获利 对不对 中国就没优势 如果缺电的话 台湾才缺电几小时 被人家骂成狗血淋头 中国这样一缺 听说今天昆山还马上停电 昆山 我不晓得下 我会不会有财经新闻出来 所以希望解决 对不对 这变灰犀牛了 真灰犀牛 减少一个百分点吗 不止 全世界都会因此受到动荡 因为会停摆 各位 这世界工厂停电 这很重要 所以这个十月底 这个拜登跟所谓习近平 要碰面 看看能不能有所转环 听说最新的消息 好像有一点 中美贸易战在和解的意味 希望越来越好 你看这个大陆魄力 已经让澳洲货船进港来 泄霉 为什么阿国没办法过冬天 还在坚持什么 面子重要还是人民的性命重要 当然是人民的性命重要 不管哪一国的政权都一样 人民才是主要 什么面子 各位 通膨要之后解决 要 所以怎么办 纽西兰升息 所以升息这个必经 各位 台湾股市也要面对 这样的一个震荡 但是后面台股还是会因为 企业获利好 持续的走高 各位 大陆呢 美国要记301 不知道 反正持续追踪 好不好 所以说一时会激起这个千层浪 这一次的台湾股市 能够彻底的清洗掉福尔 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未来新台币强升 然后台股重新多头的一个再起 你也要正面性的肯定 超涨当然也会有超跌 这次就是超跌 你从昨天看到这个国泰 金控这个投资长 对不对 还有看到这个某某工会理事长 在讲就知道 其实他们也没有预测指数了 对不对 他们也怕到了 有灰犀牛嘛 对不对 很多东西都不是你能够完全掌控的 但是遇上了就正面迎战 就像蔡老师跟你讲 战胜恐惧的秘诀是什么 就是产业选股嘛 除非产业有问题 对不对 不然你就抓对产业就对了 股价的动荡 有一天美国大跌 它跟着跌 对不对 隔天美国不跌 它就急速的一个把超跌的部分 把它反映回来 这就对了嘛 所以产业选股才有资格讲见真章 来各位 这就是产业选股 9月营收创新高 昨天10档 对不对 到今天10档变29档了 对不对 那你看看 天狱昨天是拉涨停 今天建一点高点之后压下来 所以短线的一个什么形态 对不对 因为大盘还没完全的底部成立 宏杰科昨天也大涨 今天也是公道142压回来 这也合情合理 好不好 跟着大盘的一个变化 大田昨天没有涨 因为它营收新高 但是今天墙涨 代表这个市场认同 对不对 瑞玉一样营收新高 对不对 今天也是短线上的一个走墙 华通 对不对 营收新高 今天也是短线走墙 蔡老师跟你讲的 第四季的题材 其实就在这里 油价高档台塑世保 对不对 还有VDI 你都不相信 货柜真的是看淡 VDI 有理由的 你看看 可口可乐 对不对 它塞港 它干脆就用散装床来运输材料 对不对 三台散装的一个船来运送 六万吨的生产原料 和两千八百个TEU 对不对 二十尺的标准货柜 是不是 所以VDI指数创新高 对不对 五倍券 口服 越南十月一号 所以磐式的一个发展 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弱 随时都有转机跟升机 对不对 域名 对不对 长龙航空 是不是 所以所有的东西 蔡老师希望你 好好地去网路上补一下课 好不好 简单的话就是YouTube 直接搜寻品峰 然后在这个logo 你按订阅 然后记得开启小铃铛 早中晚的节目 市场上只有品峰 大中华 蔡丰盛老师这一家 好不好 希望能够给你充足的帮助 每一支上涨股票的背后 都有令人认同的故事 你要去找出来 而且蔡老师告诉你 你不铺铁轨 火车永远不会来 所以我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 我也乐于帮助你 投资人的多宝格 明天礼拜四要敲进什么股票 蔡老师准备好了 所以简单话就是枪在手 跟着蔡老师的讯息走 好好把握 把时间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案所推介分析的 个别有诈正确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告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